身為創辦人 雲門教師二十歲了 到底他的心情 他對雲門教師的情緒是什麼呢 現在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林博老師上台來跟文師說話 請來請您的掌聲 大家好 我們不好意思 這麼熱的天氣 七月裡面的勞動大家來參加三次雲門 八月沒有了 請大家保證這麼熱 突然間雲門二十歲 我在不大喜歡天天四十五二十歲的事情 代表說我也經過這麼久 究竟的事情是大家看到前面的這些園門的logo 大家有人常問說為什麼園門這個logo上面有一個 這是什麼 這是體育嗎 不是 它是蝸蚪 那麼蝸蚪長大以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小小的青蛙的樣子 然後再來尾巴就掉了 然後就走了 那我想不是小孩子或者是磕蚪 是每一個人對尾巴的條件 那剛開始的時候 在想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雲門 跳舞給大家看 跳了這麼多年 事實上大家回家 也就是坐在那裡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只坐在那裡看 因為跳舞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跳舞可以增加你很多生活的樂趣跟你的成長 所以說不能有一個辦法讓大家來跳舞 那個時候 雲門的行政總監 雲門的消息 就非常非常熱情 那麼他說一定要開 一定要開這個舞蹈教室 然後我說 雲門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我其實就開這個吧 他就說一定要 然後就錄不開這個 他就辭職 什麼意思呢 就雲門要做的 誰也攔不住 而且沒有錢 那雲門也沒有錢給他 跟雲門又沒有錢 所以很辛苦的來開始 那麼最重要是開始的是 前面有三年的時間 請舞蹈、音樂、幼兒的心理學 以及幼稚園的老師 這些有博士、有實力上的人 他們每個禮拜六開會 每個禮拜六開會 開了三年 然後做出教材 這些教材 就是今天的生活運動 那生活運動很簡單的講 就是他不叫你跳舞 他鼓勵你跳舞 鼓勵你動 用情境、用說故事 然後也不數太差 但是譬如說我們講的 就是這個教材 我覺得非常佩服的事情是 把它融進了整個活動 也讓你感覺到一些事情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他的題目叫做 森林裡頭的動物 那麼有什麼動物 大家就講 講了以後 就說那大象怎麼走 那同學們就說 不對 這樣太快 這樣太快 所以大家找出一個方法 是大象的樣子 那小白豬怎麼走 小白豬跟大象一樣嗎 不一樣 所以這裡面有很慢的四肆牌子 也有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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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老師不講這個 這不是用樂理來講 不是用鼓子來講 不是用打牌子來講 而是你身體感知到這個東西 所以用講故事 用講情境的方法 來把所有的這些 剛剛講過的這些素材 讓他身體學會了這個事情 他的感知的那個能力 變成他身體的能力 他的明顯度 而不是大象怎麼走 緩慢 什麼 音樂的拍子 四肆拍子 好我就忘了 不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所有的課 是這樣的來發生的 是這樣的